欢迎收听心灵木音 我是灵气导师曹操 我也使用送播 萨满等方式 协助大家疗愈 找回自己 让我们一起从生活中体悟 并且超越 专画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听心灵木音 然后今天呢 也要邀请到 宠物沟通师丽雅 嗨 大家好 我是丽雅 对 今天很欢迎她来跟我们聊聊 但是呢 今天我们不聊从生活沟通 也会聊到一点点啦 不过主要不是要讲这个 就是说因为我们上次在从生活沟通 其实也有提到说 刚刚接到讯息这件事情 那我们其实大家 久而久之其实接触身心灵久了 其实有时候你的感知力会提升 你的觉察力等等的 就我们刚刚讲其实感知力会提升 那我上次也有提到说 其实感知力 就像我在松果体那边 我也有提到说 其实我们感知力有非常多的形式 你不一定要看见 你可能听见 你可以感触觉 你可以嗅觉 各种方面都可以去感知 简而言之 其实当你的专注度更提升 你对身体的敏感度 对能量流动越来提升 本来你的感知力就是会提升的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接触身心灵一段时间 或是学习一些能量疗愈之后 有可能很多人就会因此这样 开启了一些感知力 或是 接收到一些不一样的讯息 讯息 通灵能力 那当然有的人是天生就是这样子 他天生就可以感知 那 可是这感知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上次我们跟丽雅在聊天的时候 其实 我们一开始其实光确认讯息来源这件事情 就很重要 没错 一开始在确认讯息的时候是非常重要 你怎么知道说今天我接收到这个讯息 到底是我 来自我内心 或者是我们在做动物沟通 是连接到是不是这个动物 还是这是谁的 对 或者是说你看 我们现在简单就像是动物沟通就好了 就算你是在做动物 你可能接着到A动物跟B动物 你都可能连接到不一样 那 有没有可能你连接到不是动物的东西 也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对不对 因为你应该有遇过 你会没有遇过就是 比如说好 你现在我们先从丛物沟通来讲好了 因为这是很简单 因为丛物沟通其实像 比如说好 因为我叫灵气 那灵气我都跟学生讲说 当然慢慢你可能也会有一些感知力 跟直觉力提升 但是我都会先前他们开始 一开始学的时候 所以我在初阶上面 我是练习让他们去感觉身体的能量流动 然后练习感觉手掌的能量出现 就是慢慢去提升 所以到后面当然我们会越高阶 会教越多东西 可是我们都还是从直接的感觉来讲 可是在比如说萨满克 就会有一些讯息上面的交流 那宠物沟通也是很直接的讯息交流 宠物沟通也是很直接的讯息交流 没错 就是就讯息交流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 好有关通灵跟接讯这件事情 那你有遇过就是好 比如说因为你有教学那你有遇过 那你除了这之外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他接同沟通 可是其实又其实不是 呃我有遇过狗卡因 哦好狗卡因这也可以讲 对像狗卡因 那就很明显他是有两个意识 很明显是不同的意识体 那我就会知道说 哎这可能今天出了一些状况 那我没办法处理的时候 我就请他去他信仰的宗教 对或是有些方式 可是因为你是久了 你其实可以知道 其实说实话 每一个东西的频率都不一样 像我们之前有讲过 动物的频率不一样 矿物的频率不一样 植物的频率不一样 动物的频率跟鬼的频率 你觉得会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所以你因为你已经做很久 所以你知道说 我现在catch到这个 这个绝对不是那只狗 没错 所以你可以感觉到不一样 对不对 就是那个感觉不一样 因为在连接动物的时候 多半都是很温和的 然后是会暖暖的 会暖暖的感觉 比较舒服 比较舒服 就像你跟动物在相处的时候 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这就是他的个性 可是你知道你在连接不同的频率 可能比较低频的 我们讲鬼或是厉鬼 whatever 的时候其实会身体很不舒服 然后你会觉得 好像很压迫 对 莫名的愤怒烦躁 会被影响 对 因为他的能量体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因为像莉亚是因为做久 她其实基本上都是在连接 有关动物的频率上 一开始就能够分辨出来 那可是很多人 她其实是没有办法分辨说 好 她今天感知力刚开启 我们现在就有讲 有个人是天生就是 那他们可能会造成很多的困扰 因为 她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来源 从何而来 然后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是 因为她也没办法开关 所以她就每天被干扰 这种是很烦的一件事情 对 就来我课堂上就有分 一个就完全是马瓜 一个就是她自己觉得她很厉害 她自己觉得我已经通理了 然后我想要帮助动物 可是我都会跟她讲说 那你必须要先了解到 今天你接到这个讯息是谁的 对 而且重点是 动物谁说需要你帮助 通常就要帮助我自身 对 好不好 拜托 对对对 不要自以为动物比我们厉害多了 对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讨论一下 有关这件事情 好 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到 接讯来源就是非常重要 你怎么能确定你接到的是 这个东西你想要接的人 那比如说动物其实 我觉得动物其实相对还比较好分辨 因为他们就是简单单车 简单 对 暖暖的 通常不会有太多的 舒服 意念或是太多纠结的东西 那我想问你就是说 比如说就以宠物沟通上面来讲的话 你是不是 你有没有遇过就是 他可能学生也好 或什么他在练习的过程 像你刚刚说 有的他可能天生就会有一些 比较敏感的接收东西 可是他可能接收到 不一定是动传物 有 也是有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跟感觉 你觉得听起来就不对劲 他会说 他可能会说一些 很不像动物讲的话 例如 例如 例如说 我想要做什么事情 我想要我的妈妈 每天都回家 然后不要出门 就是很多的依赖 跟太多的绑住 我要约束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但是在动物的世界是 他可能表达他的意愿 但是你做不做 我也不能说什么 他比较不会有那么的 比较多的 更多的是尊重 比较不会有那种命令式的东西 对对对对 或者我要你去干嘛 我希望你去干嘛 没错 对那像比如说 那通常这种 好我们比如说讯息的 比如像这个我就会听到说 有的他就是可能说 哦我今天接到哪个神啊 哪个我觉得就是天使 但是我觉得天使是OK 他们是好的 可是问题是 因为他们有可能就是 因为人太好 最常就是最常被冒犯 所以其实这种东西 其实在很多例子都有 你在一些书里面 也会跟你讲说 你遇到一个外表 显示为天使 他不一定真的是天使 就像佛经也有讲啊 对 你就以摄像见我的 就是欲佛杀 不是有看到一个 跟我长这样的 你就是把我杀 佛陀有这样讲 对啊 那都是外相 还有观音 你很喜欢被防茂 因为他们人都太好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 确定你的讯息来源是什么啊 因为 所以你要把自己稳定住 你如果没有稳定住 像比如说 你如果没有多去练习 所以为什么老师带很重要 因为 这个老师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说 老师要怎么调学 这个人有多问题 好不好 你就要看他的状态 因为他还知道说什么是 像比如说莉娅 就知道 哦这个绝对不得是动物 所以你是不是 要嘛就是接受 可是他刚刚听起来 是比较像小我 哎 比较 哎不 那个的话 我会比较觉得说 他可能就接到 不对的讯息 可能不是小我 他可能没有分辨出来 对 所以他要去分辨说 这个到底会不会 可能是动物 所以你要对这个 频率的感觉很了解 很敏锐 对 所以你如果还不会分辨 你就要去思考说 这样子的形态的 这种能量 他到底会给你 一样什么样的感好 你只要再拉回来 比如说 讯息的来源 就要一个要确认 这个东西就已经很难 很难的 但是我必须说 确认是第一关 你在接到任何的讯息 或者是任何的感觉的时候 你都要去做确认 对 那可是其实 一般人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是 我跟你讲 那你为什么 可以接到这个讯息 好我们就直接讲了 你的频率在哪里 你就会接到 这样的讯息 这是真的 所以很多人呢 他在讲说 我很 我就是天天很厉害 我就可以接到神的讯息 那个神明都要 叫我当代言人 那个什么天使 叫我说要拯救世界 我要来世界 散播光与爱 我要干嘛 不要想太多 他应该要先 进精神病院 对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身边 很多人都说 他们会干嘛干嘛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先去 你就是先把你的精神搞好 没有那么多人 需要被你拯救 你要拯救只有你自己 所以我现在会不会太直接 会不会太冲 我觉得这种人都是 他内心很匮乏 他希望他自己与众不同 所以你们要去看到 背后的你自己 我跟你讲 如果你真的 你要去思考 你去看到一个 那大家就是又分两个 一个是他自己在这状态 一个是大家看他 如果大家看他 你要看他的状态 如果他的状态显现出来 给人家感觉是很好的 很正向的 那他的生活各方面都很OK 你就可以很大程度相信 他讲的话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 他的频率一定是高的 我们知道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 什么频率量表 你的频率几百几百你 你在哪一个状态 你的情绪 会在哪里对不对 那如果他一个人是一个 非常充满正向 正直 自信 诚实 诚信 他的频率是高的 那频率是高的 你觉得他比较 有可能连接到是高频的能量 跟高频的意識体 还是连接到低频的 一定是高频的嘛 可是如果你看到一個人他是一個 鬼當地在抱怨啦 然後說人家不好啦 說謊啦 然後貪稱痴很重啦 或幹嘛的 然後幹嘛的這種人 然後他又說 喔我接到的是天使的能量 我接到的是什麼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什麼玉皇大帝啊都懶了 不可能 我就這樣講 就是接到鬼的能量而已好不好 因為他們的執著很重 他們的意識的貪念很重 他們也需要被肯定 所以你們兩個需要被肯定 兩個需要被愛的人 就合在一起 靈體就會勾在一起 勾在一起之後就會變這樣 所以請好好檢視一下自己的狀態 before你要去講說 你是什麼樣的傳訓者 或是你是要什麼樣的代言人之前 請你把自己搞好 不要就是自己搞不定了 還出來害人 會不會太直接 我今天還會做很多攻擊 可是你是我們兩個 就是我們都一直覺得 這樣子很不OK 所以大概 難免在這一行就是會看到 或遇到有這樣狀況的人 所以其實我都會希望 常常學人在感覺的時候 不要去思考太多 你就是相信你自己 但是你也不要太過於把 所以我都說 你要去看你自己的內在是什麼 我今天為什麼要說這件事情 我今天想要做這件事情 比如說那你有沒有遇過 你不一定要重複溝通 你覺得你身邊 因為你在身邊也是很久 你有沒有遇過一些 你覺得比較有趣的 就是比較ㄎ的事情 就是他明明就已經卡到 或是卡到很久精神分裂 已經接近精神分裂 例如怎麼講 你怎麼會覺得 他就說他有龍啊 然後是什麼外星文明 什麼時候開始 怎麼會遇到這個人 也是聚會朋友朋友介紹 然後就是 他是一個很熱情的一個女生 然後我就覺得很棒啊 就是跟他相處 可是他會很熱情的想要送你東西 對你好 我是一個很會接受別人對我好的人 可是莫名其妙我對他就是 謝謝不用沒關係 我不缺謝謝你 謝謝你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會拒絕他 結果之後才會 之後才明白說 他可能都是用這種方式 你拿了我的好處 我可能跟你在某 在可能在靈魂契約上 就有一個約定 他可以從你身上獲取一些能量 等等之類的 可是你這樣講有點空翻 例如說你都講說 通常你為什麼會覺得他比較奇怪 他講什麼東西 他都講說 他可能看著牆壁上一個裂痕 或一個汙點 我們牆壁用久了 就多少會有個裂痕 一個汙點嗎 他說你看這就是外星人來過 然後 這是外星人的通道 然後 我跟你講你不要笑 很多人會相信這種事情 很多人會相信這種事情 這就是外星人的通道 你看像不像一隻龍 他在跟我講話 有事嗎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或者是 再有另外一個 他可能看到 他可能 很喜歡拿手機到處拍 嗯 然後他就拍到一個點點 然後那個點點可能就是你背光 然後 照下來 就會有個綠光嘛 他說 你看 這是天使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什麼 我真的不 care 那個是 那個是 camera 對那很多人還會 在光影 還有人有一種東西叫黃金球 你們知道嗎 啊 ORBS 就是因為你有時候拍照會拍到那個黃金球 對對對 然後 它有一個APP 它是專門拍那個ORBS 但是我就覺得 所以呢又怎樣 拍到了又怎樣 對對對 其實就能量嘛 那個APP可能15塊 對 好玩而已 對啊 那就拍到是什麼 然後我就想說其實這個真的不重要 重點是我真的就覺得要接地 我今天拍到這個OK 但是我有沒有感覺比較舒服 其實能量都一直都在 他們就過於的寄託在這個東西身上 表象上 沒錯 像比如說我第一次那個東西 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那個叫能量球 嗯 然後呢我是去聖地朝聖的時候才拍到一堆 啊 可是我一直都贏好愛贏 那個是不是那個什麼封殺之類的 哈哈哈哈 封殺 對啊你要看 所以就是有些東西就不用太執著說 啊我拍到什麼光什麼之類 啊表示能量很強幹嘛 在家裡外面的然後什麼拍到我 我拍到什麼外星人 或者什麼仙子精靈啊 就我就是一隻鵝飛過 哈哈哈哈 不要腦補那麼多 當然你要保持敏感度 可是保持敏感度 你要想說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情要幹嘛 我就說 像比如說我在 比如說感知 我們當然就是說能量清理很重要 空間清理很重要 這些都很重要 可是一個空間好不好 其實你不一定要看到這些東西 或是感覺到誰跟你講他好不好 你進去這個空間 你會覺得舒服放鬆 呼吸順暢幹嘛 這就是這個空間能量好 你一進到這個空間 你覺得很悶 壓迫 壓迫 你就這個空間就是能量清理 像比如說我在上課 我都讓學員直接用身體去感覺 像比如說 像我們在做初階而已 在練習的部分 有做能量清理的部分 因為不是只有用靈氣 我還有教很多療癒方式 用一個療癒方式 用數位少做清理的方式 有時候 它沒有辦法把能量完全吸掉 能量就會開始跑到整個空間中 我就說 你們現在自己幫我感覺一下 這個空間是不是覺得悶悶的呼吸不過來 就感覺暗暗 他們說對真的耶 每個人都有感覺 你倒不如直接一點用身體去感覺 其實很多時候身體是比較誠實的 對你不用聽任何人講 你也不要聽什麼外星人有沒有來 那個都不重要 然後送點是好 就算今天外星人來了 沒有那麼多人跟他溝通 那你覺得他個人在生活上的狀況 也覺得OK嗎 通常這種人就是生活都會很飄忽不定 例如你覺得 就是會 第一很容易搬家 第二要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他可能一下先說這樣 等一下又說不要了 對對對 然後可能他決定事情是很反反覆覆的 對 然後他可能很難跟人家相處 就是他可能一下 什麼都好 然後意見很多 但是可能你跟他出去 你就會覺得說今天怎麼好累喔 一件事情都做不完 對 連吃個飯都要決定很久 所以你看 如果 那就是我就說 所以你都不用管 我們都不用管的話 今天有沒有結束生氣 今天你會不會通 就你跟他相處舒不舒服 對你今天都不要管通 他會不會通你 他會不會跟神溝通 他會不會跟什麼天使公 他會不會跟什麼代言人 都不管 你就算這個人好不好相處 這個人好不好親近 這個人有沒有很機車 就好了嘛 可是不一定是機車 就是他這個人 對啦不一定是機車 你覺得他正不正常 對正不正常 我就說我常常會跟學生講說 你不要因為他是誰誰誰 或是因為我 某某某我是什麼什麼老師 我就一定是很厲害 某 我又一定是很什麼 沒有沒有這回事 我跟你講很多人都有問題 就是也也我也希望說 在此呼籲說 你不要太相信 什麼老師說 對真的 你不要去管他 我就想說你把他的什麼 外衣都拿掉 比如說像我們想說是父母說 對 然後講他是老師說 然後現在你覺得身心靈之後 還是聽老師說 好像老師說的就是對的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我就教學生你要去思考 你要去想想這個Map Extents 所以這才是會造成很多人 為什麼他去學這個 然後他越來越學 我在上映之前 在你的那一集 我就講說 學得越來越不快樂 學得越來越被前置 越來只能聽誰說 聽什麼聽什麼 很多的限制 對越學越限制 我就說你乾脆不要學了 越來學越煩耶 然後就是這樣 像比如說你說 有關這個是好 這個 我覺得這個一集 我們講不完 像比如說我在講 比如說又有很多問題 但是你就看他實際上的狀況 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大成就者 或是他真的是一個 在智慧上有些程度的人 他絕對不會 要嘛他就去隱居山林了 但是他如果要來度世 他如果要來幫忙 不要說幫忙 沒有什麼好幫忙 其實我們說 我們當老師你說 這療癒的人 沒有都是自己在療癒自己 而且在協助大家療癒的時候 我們也在療癒我們自己 對啊 我們都是一起成長的 沒有什麼誰比較厲害 沒有這回事 如果你有這種想法 那就錯了 從頭到尾 你如果有這種想法 你連療癒師的療癒這兩個自己 都搞不懂的話 你不要想要當療癒師 我今天話講得很重 這一集很重要 大家要話重點 我講話要講得非常重 太多就是說 我要當療癒師 我要幫人 我有什麼使命 我要救世 沒有人要需要你救 你要救只有你自己 我現在就講 先救救你自己吧 對 你救好你自己 所有人都好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如果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所以我就講說 所以很多人說 他就說他要來幹嘛幹嘛 之類的 像比如說 又舉身邊的朋友 他跟我講的例子 他說他會遇到人 就是 你如果把他外表拆開 因為他就是人緣很差 就是 也不是說 就是真的很差 在這個圈子也是久 很久 然後每個人跟他遇過人 都不喜歡他 那我以前也不懂為什麼 然後後來才知道 他就是講說 大家都不想想 然後就是很多的事蹟 很好的事蹟 他就是會 譬如說 他就是那種會跟你講話 講講講到一半就說 嗯 等一下 我跟你講那個 哪個天使跟我講說什麼 我真的好討厭這種人 我超討厭的 他說 他叫你說你要幹嘛 我跟你講你就是要做什麼 他們很喜歡 命令人家做事 我跟你講 真正的天使或真正的高靈 不會命令你做事 他會尊重 這是你的人生 這是你的生命 如果只有低頻的靈 才會要求你去做什麼 一定要做什麼事情 才會怎麼樣 可以怎樣 沒有這回事 因為他們連最基本的個人的自由意志 都不尊重 你覺得他的程度會高到哪去嗎 所以這連結到到底連結到什麼 你要去思考 OK 我們話講到這邊 然後呢 這一個是常常會出現的 所以如果你有遇到這種 請你要思考一下 對不對 像我從來不跟選手你要幹嘛 他們問我說 老師我要這樣要不要這樣 隨便你 你決定啊 開心就好 如果是個案 個案當然你要給一些建議 我覺得說 我覺得都可以 但是如果以我個人 我自己會這樣 對 我說我以我自己個人 但是不代表你要這樣 所以決定權在你身上 我要大家練習為自己負責任 沒錯 因為可是很多人他們喜歡聽這樣子 為什麼 我是聽那個誰講的啊 是天使跟我講的 是那個老師跟我講的 所以如果到時候沒有成功 到時候做不好 都是他們害我的 受害者心態 就會遇到救世主 你們想要這樣子嗎 然後所以就是 那這個我就說 剛剛這樣子 他就是常常會這樣子 那所以就有時候就會覺得 蛤 怎麼會這樣 然後我覺得很扯的是 就是 有一個朋友就跟我爆料說 他就說同學 他就想說 他曾經就是因為跟那個 那個A好 他是A好了 跟A是認識的 然後A就說 就跟他聊天 這樣聊聊聊聊 就說忽然就開始接訓 開始講 然後講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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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之後就開始 然後講說 那就看了一下手錶 我們剛剛講的一個小時 還是兩個小時 你要付我多少錢 對 我的諮詢費是多少錢 從頭到尾都沒有跟我說 欸我也真的有遇過這樣子 而且明明就是朋友在聊天 他也沒有說我從這邊開始 喔如果你真的要 你可以先跟我講 就是說我 欸我接收到一些訊息 那你想聽嗎 如果你想聽的話 我翻譯出來 可是我是收費的 那你等一下說我不講 因為能量要對等 可是我覺得他至少還有問喔 對對對 他問都沒問 但是我真的有遇過這種 然後 那你就跟他說不要 沒有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然後他說 沒關係你就隨喜 他也沒有說死個多少錢 他說你就隨喜 然後我就覺得說 莫名其妙 你剛剛也沒有問過我 然後現在要隨喜 我就給他一百塊 喔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而且他還畫一個符給我 然後跟我講說 我放在錢包裡面會招財 可是莫名其妙的那個 紅包裡面的那個符 我就轉送出去了 哈哈哈哈 其實好 比如說像剛剛 莉亞講的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就看有帶上去 如果他本身真的是一個 你知道他程度是OK的 是好的 他要求 不OK啊 那就算了 就是莫名其妙 也是開始講啊 就是 然後說我可以幫你做些什麼事情 然後 就說來吧 我幫你做完之後 說我要隨喜 對 就是沒有尊重別人 他到底要不要這件事情 然後 而且你看剛剛那個更誇張 就是已經講完了 我才跟你說我要收錢 這個很誇張 這個就很 他常常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還有就是別的就是 他也沒有被打過對不對 不知道有沒有 就是反正呢 後來又有別的朋友也是這樣子 結果發現他的個人的小我的 私貪欲非常 就他匱乏感很重 所以他後來又出現了別的 所以比如說 明明就是比如說 他因為有帶領一些東西 在某個 某生物 我就不講了齁 帶領 那可能他可以因為 一些層級上面的升遷 他這個東西可能可以折扣更多 好像電商之銷 不是電商 就是他在某個身心領的領域的 有些身心領域的產品是有 代理權的 我知道 使用什麼東西 那你可能成為裡面的導師 然後身心領域的導師之後 你可以拿這個產品 那就可以 教這個東西之外 你可以賣嘛 這個是一個模式 其實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然後這個過程中 你可能因為你的層級的提升 你可以 比如說本來是八折 你可以變七折 那你可以賣 或是說他可能 你的成本都這樣 但是你可能可以給學生的價 你可能可以變多少 那就是有一個 就是 另外一個人抱怨他就說 他只隔了兩天 他已經知道 他可以用更便宜的價錢 去給學生這個東西了 就差兩天 他就 不跟那個 那學生要不跟他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擋他 他就擋他 他沒有擋他 就說好我今天跟你上這個課 然後我覺得這個課不錯 我想要這個東西真的有效 我想要買 那個學生是很大氣 一次就買好幾萬喔 買了好幾萬之後過了兩天 他就在學生群組裡面公布說 喔 我現在 恭喜我獲得什麼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 所以你們現在開始可以打更低的折扣喔 氣死 對 你這件事情絕對不可能當下才知道 你一定前幾天就知道了 那你為什麼當下不打算 你等我一下過兩三天 我就有更低的折扣 可以給你 因為你已經買這麼多了 對啊 如果是我覺得 如果買一兩罐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是我的個性就是說 欸我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那我會先跟你講說 你先緩緩 對啊 那如果你真的很急著現在想用 因為你一兩罐 我就覺得那就沒差 可能差不了多少錢 可是你買好幾萬 欸這差起來是 很多欸 就是 所以你就可以可能這個匮乏感很重 那你就想要 貪欲這麼重 私心這麼重 然後在這個圈子我就講 如果你在生群圈你 越學越小我 越學貪稱吃越重 你到底在學什麼 越不自在 越不自在 越在乎什麼東西 越在乎你自己 越在乎什麼 不是說錢不重要 如果你真的覺得錢很重要 請你就直接說 我很愛錢 對 就像我啊一開始 我就說 我就是要收錢啊 為什麼我要幫你的朋友做 這樣子反而大家覺得比較好 可是你不要每天滿口在講說 我要來幫助 我要幫助世人 很多人就是講說 我今天要來學療癒 我要當療癒師 我要來幫助大家 然後可是我自己 我說實在 雖然我不是接訊息者 我也不是這樣 我一看就知道 你就想要錢 我一看就知道 你就想要賺錢 可能對人會比較容易 對寵物的話 就比較 我真的很想幫助他們 會不大一樣 對動物比較單純 可是因為我看到人 我就知道你沒有在想什麼 那我 我只能跟他們講說 先不要想太多 你就感覺 順著感覺就好了 對 但是我今天真的是大罵人 就是有些就是自己聽 因為你遇到太多人了 太多 就是 所以就是像我也不是一開始 就是我學了這個 我就是為了想要從事這方面 我沒有 我真的就是跟莉亞一樣 我們只是因為喜歡 然後我們自己現在直覺 Push我們去完成這件事 沒錯 就這樣子 很多好像都是生命的安排 對 所以當你要去 所以我們其實在學習生性 我怎麼講的那麼多 這些東西其實真的不是重點 不是說你要聽到誰講 聽到什麼訊息講 訊息到什麼 然後你就可以怎樣 你就幹嘛 你先聽聽你的內心怎麼講 你學生性 你應該是要學習聽你自己 這些的所謂的 沒錯 就算你真正接到了高齡 他也只是給你suggestion 建議 建議 真正的剛好 我們剛剛講到訊息來 我們拉回來 講到訊息來源 你看到訊息來源 你都分不清了 你怎麼知道是誰 你有沒有接受過訓練 好 我們這個先簡單講一下 譬如說以前的機身 現在有很多 這個我之後會再別集講 現在有很多什麼 什麼什麼是通靈的啦 幹嘛的啦 什麼之類 還有一派什麼在公廟跑的 公廟沒有布好 我跟你講我已經說過 我爸小時候 我以前家裡就是 開公廟的 我家以前就是大法臺 就是那種真的是 可是他們以前傳統的機身 是要經過什麼 對 要經過很多的訓練 很多的關卡 上刀梯幹嘛的 現在都沒有 就是一個隨便卡刀音 都跑去大廟那邊跳舞 然後半家家酒 所以現在搞了很多大廟都說禁止起跡 對 這個我們之後可以錄別 特別講這個 在罵這些 真的是 公廟亂象 公廟亂象 或者是神明的亂象 好 那我們看 第一個你連虛情都接不懂 那我們要去怎麼看說 到底是OK不OK 你去把他的外衣都脫掉 不要想說神講什麼神像 都沒有誰講什麼 就看他這個人 如果你去學習一個東西 你去接觸某個神明 你是接觸某個天使或幹嘛 可是你的整個人 是變得越來越不開心 越來越不快樂 對 沒錯 還有一種就是 他拉你進來 然後他還要叫你 拉你身邊的朋友進來 說這樣才會有功德 這也是超奇怪的 這個又是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我們之後可以再講的 我剛剛功德這件是什麼 然後 你看喔 那譬如說 譬如說你就看他的狀態 有沒有越來越好 譬如說 你就看他 把這些東西都退掉 什麼老師 什麼拿到什麼證書 拿到什麼什麼多少的頭銜 我有修過什麼訓練 身心靈 我走了十幾年 走了二十年 幹嘛這些 我剛剛講的那些案例都是 走身心走十幾二十年的 然後他還是沒有名 然後他還是客開不成 還是都這樣 沒錯 然後就卡在那邊 然後 不上不下的 不上不下的 可能房租都繳不出來 那你就想 我就跟學生講說 然後老公不回家 把這些東西 小孩很叛逆 那我就說 那你 我跟你講說 其實學什麼技術都不重要 你要學的是這個老師的 整個人的狀態 整個的態度 你喜歡這種生活模式 你嚮往這種人生態度 你嚮往這種頻率 他只是用這一個工具 去帶領你去走向這裡 像比如說 我個人就是以靈氣 來帶領大家走向這裡 但是 我展現的是我個人的特質 沒錯 所以每個老師的特質很重要 所以你要選的是 這個老師本質上 是不是你要的 你再去學他所教的東西 而不是你去為了學這個技術 像比如說從無溝通 有很多人在教啊 靈氣很多人在教啊 可是我教的絕對 跟別人不一樣 因為我要教的絕對 不是靈氣的技術 我想要教的是 一種生活態度 跟一種東西 像莉亞在講從無溝通 她也不是只講 非非非反應 我是要接由諮商 去解決你們之間的問題 是啊 理念很重要 對理念很重要 所以你要去看這個人 尤其他如果又自詩為接性者 自詩跟高齡可以溝通 那他的本身的狀態 應該是要越過越好 對啊 要越過越好 自在還是越來越緊縮 越來越覺得OK 那至少生活要OK吧 我就遇到很多 就自己說這樣 然後結果生活越來越過得越不好 也是蠻多的 尤其是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很多現在所謂的通靈啊 我在修行 至於修行者通靈人 對我在廟裡當機身 然後我是什麼什麼 魔女的技術啊 我只是舉例魔女 因為魔女也是很難被人家綁冒 太多了太多了 然後結果我就越看啊 身體越來越不好啊 像我之前就有朋友跟我講 他就說為什麼他的另外一半的家裡是這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越來越奇怪 就是這樣子 那這個 好我們當然就講了 好我們再拉回來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要講到那麼深 因為不會講不完 我們今天真的是啪啪啪一直講 所以光訊息來源 你就已經無法確認了 確認訊息來源很重要 對 那你要怎麼好的訊息來源 你的頻率要對 所以先想辦法把你的頻率提升 是比任何事情更重要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內功心法 我為什麼一直在學生講說 你的本質你的本質 要提升要提升 聽自己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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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我在教薩滿客 對 我們去跟力量動物連結 去跟指導你連結 真的去做到這件事了 真正的指導你 他們去看了 跟力量動物 他們絕對不會強迫你去做任何事情 他們就是尊重你的任何選擇 他們就是讓你看到不同的面相而已 對 而且就是這樣的 而且你不去找他們 他們也不會主動來找你 他們就是一個給你完全的 因為他們知道這是你的人生 這是你的自由意志 沒錯 所以即使是這樣子 那而且我還會跟學生講 就算他們給你什麼建議 你也不一定要聽 這是真的 是啊是啊是啊 他們也不會逼你 他們不會說你今天不是怎麼做 我會代替原料懲罰你 我會怎麼做 通常會這樣講就是有問題 沒錯 好那這個就是你頻率之後 要提升你的貪嗔性 有沒有講低你 或什麼什麼之類 那通常像我們剛剛講的 很多會這樣 我看到這個 哪個跟我講什麼 他們為什麼會一直在講說很特別 或者怎樣 因為他們需要被肯定啊 他們可能在現實的人生生活中 他們有什麼值得 讓他覺得他自己OK的 好的 他可能就用這個方式 他希望自己特別啊 他希望得到關注啊 他希望人家覺得很厲害 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都講講一句話 到底是人家需要聽 人家想聽 還是你想講啊 是啊 很多就會一直啪啪啪講 我沒有想要聽啊 你講那麼多講 我沒有想要聽 有些人是停不下來耶 有人說你給我壁子 我沒有想要聽 然後如果他 雖然沒有人敢對我這樣啦 就是如果他們這樣子 我就會把他吐他 可是通常還沒有到吐 他們自己會閉嘴 所以就是 請把你的訊息來源很高好 然後訊息來源都不重要 這些東西就是你的輔助工具 先把你的頻率提升 你頻率提升之後 你就不會接到不OK的訊息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覺得動物的 你利亞就直接講 動物的頻率跟鬼的頻率就不一樣 不一樣啊 那你看喔 動物的頻率還算跟我們人比較近一點的 蠻接近的 對要接近一點 那何況你說天使 那頻率多高啊 很高頻好嗎 你說高齡耶 你說哪個觀音媽祖 欸觀音 我現在就直接講了 觀音不會上你生 如果觀音會上升 那個都是假的 沒有人能夠讓觀音上升的 觀音只會傳訊息給你 那個頻率實在太高了 上升是一個問號 對 所以請如果有什麼觀音上升 在那邊擺人全部都是假的 我就直接講了 那個頻率高到真的不是 OK 那我們之後有機會來講 觀音跟妙語這件事情 對大概這樣 通常我是在課堂上才會講 對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講一些基本 大家在課堂上會講到更深 因為我們會看個人遇到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剛剛 你看我們剛剛只講有關訊息 訊息來源 來源 這件事情就已經非常的不OK了 再何者在後面 你的解釋的部分 你怎麼去詮釋它 好然後對 對而且你自己有沒有加入你自己的意識 是 然後加入意識之後 你有沒有又開始就自主心態去自豫說 思慾就會出來 欸我有沒有去幫助你 可是通常他們如果越這樣越思慾越來 他們那個高頻的能量就會離開他們 是 沒錯沒錯真的真的 一開始或許他有可能接到一些高頻的能量 開始有小我有私慾的時候 哇 就不見了 對 真的或許曾經接到天使 天使人家給他 或是比較高頻的 比如說一些比較高頻的指導靈的訊息給他 但是他開始越來越覺得 欸我可以接到訊息耶 我很厲害 然後我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 所以你們都不如我 你們都什麼之類 你要叫我老師 你要叫我老師 要跪拜我 要崇拜我 像之前就有一個就跟我講說 他就是有一個學員就跟我講說 他說 他就叫我草草 我說欸他還是都叫我草草老師 我就不用問你就叫我草草就好 他說 他都一直在想要請我吃飯 我說不用不用我們就出去吃飯 有空聚餐就好了 有空 因為我通常沒有空 如果有時間我們就一起各副各 我喜歡各副各的 然後 他就這樣說 你都不像某某人 他就是一出來就是那種 我今天我是老師我出來啊 你本來就應該要請我 誰說的 蛤 真的很多都是這樣 都會覺得自己老師就很怎樣 蛤 如果你學生你學到這樣 你不要學 那如果是因為看到這些老師 覺得他們威風很帥氣 你想要學這樣 你也不要學了 這個都是沒有用 或是你覺得哪一個基神 哪一個是生命的代言人 覺得他們很威 你想要這樣子 那也不要學了 OK 我都免費輔導我的學生 如果你真的想要對這一塊有興趣 還是你有很多疑惑 你可以私底下跟我約 我都苦口婆心 好像聊天一樣輔導他們 對 是因為他來學了我的課 我希望導正他們的觀念 對 是沒有收錢還可以請吃飯喔 這件事情 就是他會覺得 我就是怎樣之類的 就是 把自己姿態擺很高 所以這個我們就知道 這是小我 他的小 他學了這個 他用這些街訓 他並不是真的要協助誰 或是真的讀史的傳達 他只是想用這個來填滿他的內在的自大跟自私 OK 還有自卑 是是是 因為你會自卑嘛 你會自卑你才會希望做正式覺得我很特別啊 對啊 所以大概這樣 所以請好好的 任何的聲音 大家可能看我在我的臉書上面或是很多 我都講得很簡單 找回自己 拿回自己的力量 覺察自我狀態 聽聽自己內心的聲音 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這個都是重點 這全部都是重點 這是概念喔 這是重點中的重點 因為其實繞來繞去 都只有這些東西 沒有其他的了 其他東西多的都是 不是真的絕對需要的 就是外境 可是問題是有些時候就沒有辦法 所以為什麼我很需要跟學員在上課 為什麼我在上課 我也很鼓勵學員回來復訓 我的復訓 第一就是因為 你的狀態會一直改變 但是我不可能一直在你身邊 那如果你覺得你需要回來充電 那歡迎你回來充電 就是這樣子 沒錯 那你每次會 每一班的同學會有不同的火花 會有不同 所以我每次講的東西都不一樣 每個 對對對 我也是 我也是 對 學員回來的時候 連小幫手喔 小幫手已經聽過很多 他說每次我來當小幫手 你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因為概念的東西是會不一樣 可以千變萬化 對 但你就要依照現在的狀態 你應該是要 所以我就跟大家講到 智慧才是重點 好 所以 你看我們今天光講 訊息來源 我們就已經講了30分鐘 哇塞 所以你光連訊息來源 你都確定不了了 你自己的程度 沒有辦法到這個頻率 請你保留態度 然後還有沒有一個 所謂的高齡或什麼 他可以強迫你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會尊重 他會叫你做什麼事情 是沒有的 他會給你建議 對 他會尊重你 那如果是低頻的0 他的確會命令你會去幹嘛 那既然他是低頻 還會威脅你 威脅你 那既然是低頻的0 你也不一定要受到他的威脅 沒錯 你可以say no 你可以say no的 沒錯 自由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對 你的自由意識 只要以那個 你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那個的 你是最堅強的那一個 對 所以你把自己的那個部分練起來 就讓你自己 反正就是保持你自己的覺察 好 當然有關訊息來源 簡單講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講 所以我們剛剛只是講到很多的亂象跟怪象 對 你到底是接收到你的訊息 比如說你接收到是正確的訊息 還是接收到其他低頻的能量體的訊息 還是你的小我 還是你的小我 你內在的聲音 沒錯 你去解讀出你想要聽到的 你去解讀到什麼的 是的 那就是這個 所以我跟大家講 傳訊者接訊者沒有這麼的容易 你不要以為你好像只會 我都講啦 你講的到底是 你再次通靈還在講鬼話 你到底是真的接到神靈訊息 還是你是卡到音 你這句話好好喔 你就是卡到音而已 我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結論就是 很多自以為自己是接到神靈訊息 或是高靈訊息的人 你們就只是卡到音而已 看看你的生活變化 如果你的生活還是一樣 一蹶不振 狀態還是一樣小我 還是一樣貪生吃那麼重 生活越過越緊縮 越過越壓抑 執著著越來越多 那 你絕對是學錯了 我們就很直接講 今天這一集超直接的 好直接 我們完全沒有在管其他人 哈哈哈哈 對 我就覺得這個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走一個嗆啦 對 因為我真的 為什麼我今天會想要 找利亞路這一集 是因為 我真的聽到太多 那其實我個人 其實私下還算蠻和善的 因為我是火星天平嘛 就是比較不喜歡吵鬧 不喜歡跟人家那個 可是問題是呢 我是殺破狼蛤 哈哈哈哈 要嘛就不要吵 要就直接 直接來 我是殺破狼蛤 然後那個八子還有七殺 哎唷 對 嚇唄唄唄 但是就是 所以我是希望說 我不希望到某一天 我直接指著你的鼻子罵你 這樣就很難看了 那如果你自己發現 你可能有我們剛剛說的狀況 其實你好好地導正你自己 對 好好導正你自己 然後對大概是這樣 去分辨那個聲音是什麼 那個訊息是誰 我現在好像也是 比較不會罵學生啦 但是我會去點他們 可是我很不希望 我走到需要罵人這一步 通常他們還沒有需要罵人 自己都會先離開 因為我真的太無聊了 因為他在你這個課堂上 得不到他要的東西 就是我會講得很合理 然後他們就覺得沒有太多 像比如說 他們會跟我講說 我聽到什麼 我接收到什麼訊息 他拿個什麼什麼很特別 我說不要講太多 他說我做過那個夢 是不是怎樣 什麼什麼 我說沒事 這不重要 如果重要你會知道 你剛好那麼糾結了 這很重要嗎 他們就覺得沒什麼 沒有 都什麼什麼之類的 有時候不是需要 我個人真的覺得 這些東西 真的不需要花太多時間 或者有一些老師 他可能說 最近做那個夢是怎麼樣 他說你需要療癒 來找我 做一個夢就要療癒 我真的覺得不要那麼煩 我真的覺得把這些時間 拿來就是好好的睡覺啊 我真的覺得睡眠很重要 好好睡覺啊 追劇啊 好好打掃你的家裡 之類的 或是好好幫你 就是多賺點錢 裡面很好喔 開發你的副業 找一個技能去選 你喜歡的東西 去充實你自己 這樣不好嗎 吃個好的東西 或幹嘛 賺自己快樂吧 就是 比較會聽鬼話還重要 真的 我們實際一點 OK就是這樣子 好啦我們今天 罵了很多 但是其實重點呢 也有講到一些啦 沒有講到很多 但是差不多是這樣 那如果是要我們 繼續罵人的話 沒有開玩笑了 繼續罵人的摳一 我覺得敢來我這邊 這樣子罵人的 只有你 我覺得很多人不敢 因為這個圈子 實在是水太深 那但是我自己過去 我說實話 我自己過去真的是一個 不喜歡衝突的人 所以我其實看到了 我就覺得算了 懶得講 因為講了他們也聽不懂 但是我似乎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我們越不講 他們又就撩下去啊 那他們撩下去 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是很怕一開始 近來接觸的人 他們一開始 什麼都不懂 就被帶偏了 然後他們會以為這個是真的 真的是 然後才會造成說 為什麼我想 宗教也是被污名化了 沒錯 宗教也是因為這樣子 被人家搞的什麼 迷信幹嘛 幹嘛或什麼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些原理在的 可是因為 有可能傳承他不知道原理 那有可能他本來也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有效 可是他不知道原理 所以為什麼我在上課 我覺得原理很重要 因為你只要知道原理 就知道合理 為什麼我做得到這件事 包括為什麼 比如說我們中階 就在教遠距傳送了 遠距畫 畫符號 畫符號之後 娃娃就可以直接代替那個人 幫他做靈氣 這件事不是很奇怪嗎 可是我為了要講解這個東西 我在中階 就要開始講量子物理 我在這樣講雙縫實驗 然後再講心經 那你們清楚這個世界的組成是什麼 你才有辦法去理解這件事情 是 那你才會知道 這個是了解的 才不會對什麼東西講得太神秘 為什麼 如果他 要嘛就是不知道原理 如果這個人他不跟你講 要嘛他不知道原理 就叫你照做 代表他根本也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要遵照他的事情做咧 對 那這個是不知道 那有的是他知道 那他不想跟你講 因為那你講了之後 欸 江湖一點絕 對 他就沒得玩了 沒得玩了 可是問題是其實知道 有時候 可是當然我自己的 過去的經驗是 有時候呢 這些東西是需要時間的體驗的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 體會 體會 因為我在裡面都講 生活中的體會跟體會 生活好重要 生活很重要 生活就是你在體悟跟成長 以及轉化跟揚生的一個 道路跟工具 所以如果你沒有好好去面對你的生活 那我跟你講 你根本不可能會有揚生的機會 你整天在那邊空想 我要揚生 我要揚生 我要充滿光與愛 我要怎麼樣 我整天在那邊冥想 沒有用 你的生活最是最真實的 最如實發生在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真真切切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你的生活 你的內心其實根本就沒有改變 因為它是你內在的顯現 是 我們常常講就是這樣 所以與其在那邊看那些奇怪的東西 奇怪的訊息 自己覺得自己很奇怪很特別 想要幫助誰 NO 要不自己搞好 先好好面對自己喔 好吧 我們今天已經罵人罵得夠了 有點累 所以今天就先這樣囉 拜拜 我覺得我今天很奇怪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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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